大家好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上一节课我们简单的把GUI和云端的开发做完了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语言合成的协议 也就是说我们访问百度云API 需要遵循百度的访问协议 才能正确的把我们这个文本转化成语音并且返回回来 所以这个之前呢我们要详读一下 它的这个云端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文档 了解这个API的这个访问形式 我们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PPT 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语言合成这个协议分析 并且呢最后实际操作一下 百度云合成的这个协议呢 它是支持这个POST和GET的两种方式访问 那这两种方式呢 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 web的访问的这个形式 GET呢它是一种直接的访问方式 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参数都在这个URL里面 填写的什么参数都能看到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这个GET方式很丑陋 丑是丑了点 但是它很直接也很方便 POST的这个方法呢就稍微要美观一点 它会把这个参数 放到一个表单里面 然后把这个数据部分呢 用一个额外的这个表单区域去提交 那么这种方式呢 经常用于这个像服务器提交大部分 大量的这个数据的时候使用 然后这两种方式呢 只是这个提交数据的方式不同 正式的访问地址呢都是一样的 就是我后面写的这个蓝绿色的部分 就是httptsn.com 然后text2audio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 先使用这个GET方式去实现 POST方式呢也可以 因为你只要换一下这个上传数据的格式就可以了 上传数据的形式就可以了 这个呢不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呢我们用一种简单的方式 用get的方式去实现 然后get的方式访问这个地址呢 就是我下面列的这一个 后面加了一堆参数 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个参数都要在这个URL里面体现出来 后面加了一堆text等于什么 然后language是中文 CUID是什么 还有这个token 这个具体后面这些参数的这个意义呢 我们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虽然是用这个GET方式啊 POST方式我们也提一下 这个POST方式是将文本和其他参数都写到这个BODY里面 然后利用表单的方式将这个参数啊和数据都提交到这个服务器端 那么调用地址呢跟这个GET方式是一样的 如果他所有的参数都在BODY中 然后BODY里面的数据呢 这个参数的含义跟GET也是一样的 他只是提交数据的这个方式变了而已 所以呢大家不必觉得他这个有多神秘或者有多难 那么我们之所以是选GET 是因为他这个比较好debug 并且也很直观 然后用户用这个我们写完的这个程序的时候 这根本不知道我们是用什么方式访问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无所谓的 大家如果喜欢POST的方式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POST的方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协议的这个正文部分啊 文本上传的这个满足的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Tex的 它这里面写的是Tex 那么这个字段呢是必填的 为什么必填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合成的这个文本 你不能上传给百度一个合成请求之后 不带文本 那百度就不知道拿什么去合成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这个域必须用这个UTF8编码 也就是说我们上传的文本 就是要用UNICLE的编码 然后呢 它有一条这特别的那个标明说 请注意文本长度必须小于1024字节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用来合成汉字的 那么大家可以算一下 1024字节 两个字节表示一个汉字 所以我们上传的这个文本的长度最长 不能超过512个字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软件里面 在最初的这个阶段 我们设定这个文本的长度是500字 就是超过500字的话 就提醒用户超出限制了 报个错 然后就不能转换 但是后期呢 我们会突破这个500字的限制 这个是在课程的最后几节课 跟大家介绍 然后第二个字段是这个Language 这个字段也是必填的 那么语言选择 一般中文就写ZN 英文就写EN就可以了 Token字段也是必填的 这个是开放平台 获取到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AccessToken 相当于就是一个 我理解啊 就类似于这种这个访问权限的这个获取 拿到这个Token之后呢 它是一定时间内生效的 过期之后呢 就要重新获取 所以呢 我们每次调用这个云API的时候呢 要先获取这个Token 为了防止它一段时间之后过期 还得重新获取 我们每次访问的时候都获取一次 这样就非常可靠 然后Token下边这个参数也是必填的 叫CTP 那么这个是客户端的类型选择 外部端填写E 那么我们写的这个程序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外部端的 基于外部的这个客户端 PC客户端 我们虽然是一个PC的这个GUI程序 但是我们这个访问协议啊 什么都是外部的协议 所以我们这个也填E 然后就是这个CUID CUID呢 你公民思义应该是ClientUID 也就是说用户唯一标识符 用来区分用户的 这个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 对于我们客户端来讲呢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它主要是因为我们上一节课 做了这个云端开发 它主要的意义是统计这个 在云端统计这个用户量 这个用户唯一标识符呢 一般是用机器的那个Mac地址 或者是等等一些硬盘符号啊 等等一些唯一的标识的地址 这样的话 在云端就可以做出统计 统计出有多少个用户 在使用我这个程序 然后它其实就是用来 给每个用户打一个标签 用来区分用户的 然后呢 可以在云端进行一些统计了 如果这个标识符 只有你写成只有一个的话 就不是动态获取的这个Mac地址的话 那么即使你把这个软件 分发给了100万个人 在云端也只能看到用户只有一个 所以就这个意思 然后是SPD 这个就是选填的了 这是语速 取值是0到9之间 默认为5 就是中语速 然后PIT这个 呃 参数也是可选的 它是音调 取值是0到9 默认是5 也就是说是正常音调 如果你调到0的时候 或者调到9的时候 可能听以来这个声音就比较怪 然后 VOL 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了 音量 0到9 默认也是5 就是中音量 那个PER最后一个选项 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词的前三个字母 我觉得可能是person之类的 发言人的选择 取值是有两个 0是女生 1是男生 默认是女生 好像我们体验的时候 发现默认的女生比男生要好听一些 所以我们就用默认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上传的这个所有的参数 一般情况下 这些选填的我们也都添上 如果你不填的话 也不影响 它不填的话 它就启用你这个默认子段 就是5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行接口的定义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的那些是上行 就是我们传给服务器的 那么服务器呢 接触到我们这个请求之后呢 它要返回给我们一些参数 就叫下行接口 如果合成成功的 下行数据就直接为二真制的音频文件 具体的header信息就是audio mp3 就直接把这个合成完了这个语音 返回给我们 但如果合成错误的话 那就返回一个json的这个字串 然后呢 这个字串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描述信息 可以用于我们这个debug 比如说它合成正常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个 header这个信息里边 就不会有这个application json 它就直接是mp3 那如果合成错的话呢 它返回来就是json的这个字串 那么比如说这个错误实例 error number就是500 然后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出错信息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错误码 下面有列出500和501代表多少 一般情况下呢 报的多的就是这个输入参数不正确 或者是后台和合成后端错误 这个合成后端错误呢 是百度于一于内部服务器的问题 这个具体的可能是我们提交了一些参数不太正确 并且他没有检测到这个是501 就是输入参数不正确 那么就导致后端合成错误 那么这个后端合成错误呢 我们这个客户端的这个开发者是无能为力的 那么发生这个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想办法去联系一下这个 百度于一于合成的这个客服 然后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去处理一下 因为我们的每次法文 他们在后台都是看得到的 其他的像这个token验证失败呀 假如说你想偷懒的话 获取一次你用了半天 那么他肯定会报这个错误 token验证失败就过期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重新获取一次就好了 好我们为了避免这个错误 每次调用API之前都去获取一下这个token 也不会耗太长时间 如果你网速好的话 就几秒钟的事就就反了回来了 输入参数不正确 这个你就根据前面讲的那个 协议的正文内容 挨个去排查就可以了 不支持的输入 这个有可能是 你的字符传编码出现了问题 比如说他让你是UTF-8编码 你搞成了GBK了 传回去之后就是一堆乱码回来 好这个是下行接口的这个定义介绍 我去跟大家说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云语合成协议的这个使用 来实际演示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操作的 那么演示之前呢 我们上连课也提到过这个 我们使用之前需要记住这个两个参数 就是我们要访问的这个 啊 Key 好 这是我们这个小麦听书 然后 这边还在审核中 昨天我们申请 那我们查看一下这个Key 好 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 API Key和这个 Secure Key 那么在我们的程序中呢 是怎么使用这两个量呢 好 我们这里写了一个这个 GET Token这个方法 啊 这边呢 我来 把它用这个Key替换一下 这个是我之前申请的这个项目的这个Key 所以我们把这个替换一下 我写了一个函数叫GET Token 就是获取这个Token自串 那么这里边定义了这个 旧边量API Key和Secure Key 就对应着我们这两个参数 我们现在把它复制过来 用我们这个小麦听书的这个参数来执行 好 把这边替换掉 把这个Key也替换掉 好 这两个替换完了 然后呢 我们写一个URL 进去获得我们这个Token 那这个URL前面这一部分是固定的 啊 获取Token嘛 然后 啊 后边加上这个我们要输入的这个参数 API Key 和这个 Secure Key 然后这两个参数加完之后 这个URL就构建完成了 构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 URLibTool的这个URL Open这个方法 打开这个我们构造的这个URL 那他就去访问这个百度的这个地址 访问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呃 访问的结果读回来 然后解析其中的这个Json自串 那么就会得到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就会得到我们这个Token 啊 这个Token呢 回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自串 呃具体的含义呢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细追究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知道每次获取一下就可以了 好 呃 这个程序呢 也比较简单 在使用之前呢 要导入两个包 URLibTool和Json 然后这个 嗯 修改完了之后 我们回车 那么 在这里调用一下这个方法 OK 呃 返回来的这么长的一串 呃 也不知道是多少位 我们也不去数了 挺浪费时间的 反正就是N长的一串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Token自串 然后它有效期是固定的 如果我们呃 跟大家多聊一会的话 它可能就过期了 所以我们现在趁它还有效的时候 先访问一下 那么我们实际的去访问一下这个 呃 鱼合成的这个协议的地址啊 我们把这一串复制下来 这里边有一些参数 比如说音调啊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没有填 这个就采用它默认的方式了 好 然后我们在这边 把这些信号都处理成我们要用的这个参数 啊 Tex啊 等于 小麦听书 然后 呃 Language是中文 CUID我们 不写这个麦号了 还得去查 就123456吧 就123456吧 然后 client type是1 就是web端 token这端我们换成我们刚刚生成的这个 在这边 好 把这N长的一串复制下来 注意别复制那个U 那是unicode 这一串下来之后 OK 这个 呃 UIL就这么长 非常长 然后我们敲回车 就可以通过这个get的方式去访问这个地址 小麦听书 OK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实际上就非常简单 只要你遵循它的协议的话 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下这个参数 前面这一段就是正式的访问地址 啊 get和post都是一样 然后text的字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必填的 我们填什么 它就给我们转化成什么 呃 那么language字段是中文 CUID是我们这个客户唯一编码 我们就随便填了一个 然后client type是1 就是web端 token就是我们用函数获取的这一 很长很长的一段 好 我们再获取一次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 我们发现就仅仅过了这么呃 我说话也就没有很快 这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吧 这个token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 然后如果我们确保每次访问成功的话 最好是每次都获取一次这个token也很快 啊 这边呢 如果你想改成别的的话 直接在这里改字符传就可以 这边呢 因为我们直接在浏览器里面操作 所以没有对这个字符传进行一些编码操作 但是在我们这个呃 piqt这个gui程序里面呢 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编码操作的啊 都通通用这个utf-8去编码 满足这个云云合成协议的这个要求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协议 并且用这个浏览器协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协议如何运行的 呃 那么今天这个整个协议的这个介绍 以及这个呃 实际操作 那么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呃 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